今次MV這個故事其實靈感來源是來自我自己一個很喜歡看的電影 就是Maze Runner 今次的MV其實有一種好視像和他致敬 以及是一個參考源自於他的開場 所以今次我自己的MV就沿用了這個開場 之後這個仙台機升上去地面之後就去了一個荒廢了一個很荒蕪的罕災的沙漠 大家都一起為了爭這支水 去顯現出不同人性的決定 以及你想作出什麼選擇 這支歌的故事其實就是給大家為求擁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去競爭去比賽 但其實最終不一定要贏別人 其實很多時候除了你應該和自己比較或者是贏自己之外 其實很大機會很多時候是可以一起贏的 可以大家一起擁有一個好的成果 可以分享 所以今次MV的故事是想帶出這個訊息 今次是第一次自己做導演 其實是一個很驚慌的一次體驗 因為沒想過自己要參與的部分有那麼多 以往我本身預期做導演 就是可能要想MV2Q 然後想想大家穿什麼衣服 就是好像一個很片面的一個設計概念 但今次King Kong之外就發現原來很多東西都要顧 除了要顧個Story Line之外 可能還要顧上一些幕後製作的 就是可能一個拍MV的Rundown 或者可能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就要一起想究竟怎樣去Direct一些拍攝的次序 甚至其實可能演員的演繹方法 或者他們的情緒 其實都導演是很有責任去說 很有責任去主導這件事 這次是一個很驚慌的一次的經歷 因為發覺原來自己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可能在幕後方面 可能管理方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認識 要人家去教我怎樣去做一個稱職的導演 反而是 絕對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今次如果自己說是這個MV的導演的時候 就變相好像今次這個MV的好與懷 是100%完全是由自己去造成 所以自己由Day1開始都很想確認 今次的MV的質素也好 或者是他想表達的故事 是跟King Kong本身的歌詞是好升的 那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壓力來源 都是一個質素好與懷 是 King Kong這隻MV是我自己第一次分開了兩天拍的 因為拍的東西就太多了 然後Story Line和跳舞的比例 比起以往都是多很多 所以今次一定要用兩天的時間 而每一天的時間是 就是 十 三 哦 每一天 對 即是兩天加起來是說 接近 四十個小時 接近 對 但是 以往通常最多 自己Solo的MV 最多都是二十幾 對 所以今次是一個時間最長的拍攝MV來的 而且也是一個最累的拍攝MV 因為 開拍這個MV之前就是在拍劇 之後就連續拍兩天這個MV 但是兩天這個MV中間就隔著了一個工作的Event 還有 今天現在拍完Day2的MV之後呢 第二天就要再拍劇 拍劇之後呢 第二天就要再做第二樣的工作 所以 中間可能 整體是 就是 可能睡三個小時 那 所以 休息時間也是最少的一次 所以 也是一個 破紀錄的 一個MV來的 因此 就是MV上面的造型 是 史上自己 史上最骯髒 啦 最 不守篇復 也都是 對我 好像Standard 是一個 很大膽的挑戰 因為我平常常穿長袖 就算只有兩件裏 已經算少了 平常應該是搭上搭的 一定是長袖居多 或者西裝居多 希望大家會看到 跟以往 跳唱的Anson Lo的造型 可能有點不同 這次 其實 很開心 因為這隻MV裡面 有些動作的場合 有些沒有打的場合 而 今次試過的動作 也都是 之前在演戲裡面 沒試過的 因為 講到沒有打的場合 如果講到 對上一次 就應該是 上年 拍攝《減無女團》 這個電影的時候 那次其實 學了很多 跟功夫 踢腿 是有關的 今次 King Kong這隻MV的打鬥 就比較 比較貼地 一點點 比較 像 沒那麼專業 踢腿那些 一些武器 一些招式 但今次用的 tricks 也是我自己沒試過的 可能 會在拔地上 被人拉到後面 可能在電影上 經常看到的情節 但今次自己 就有得試一下 今次的MV 其實 今次用了 一半的分量 都不是實境來的 以往自己可能 會 訂購酒店 又或者用廠景 都試過的 但今次呢 就用了一個 Technology 是叫Virtual Set Virtual Background 那 在一個Virtual的世界裏面 就 任何事件都有可能 甚至是它的 空間感 大小 以及 和背後的 物件的距離 都可以自由去調節 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自由度 但其實 它的困難 絕對不讓 實境少 因為其實 今次拍這兩天 都遇過最大的困難 就是突然間可能是 連接上 有 阻滯 那就變相 我們用了很多時間 可能 每轉一次 可能用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時間再重新 setup 那就是一個很 time consuming 的一個方法 去拍MV 但我覺得今次這個 用新的方法 拍是一個 很 很有趣的嘗試 來的 因為可以用到一些 場景 在 腦海裡面構思 但是可能 在香港現實生活當中 未必會擁有的場景 所以 當是一個 一個 不存在 未知的世界裡面 去進行這個 King Kong的 Story Line 這樣